韩国男团GOT7的香港成员王嘉尔是组合中高人气的成员之一 而现在在国内拥有自己个人工作室的王嘉尔 则不时在中韩两边走忙于大量的演艺工作 由于行程实在太多王嘉尔不时闹出伤病 令他的粉丝非常心疼 不过不知道是否原红是非就多 今月来有不少网友在网上发表大量带有侮辱性的言论 指责王嘉尔爱撒谎抄袭甚至称他是废物等等 6月1日晚上王嘉尔个人工作室官方微博则上传了两张律师函的图片 并且留言表示网络不是谣言的避风港 愿共同维护和谐自由的网络环境 而王嘉尔也在律师函中发表立场 只对部分网友发表有关他的不当言论进行起诉 这些网友在社交平台散播大量侮辱性言论 严重侵害了王嘉尔的名誉权 相关用户应删除有关的言论并赔礼道歉 苏无视频寒流第一线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与点点栏目 影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